今早的AT个股推介,第一个是建议大家留意长和一号 长和价中期业绩令市场失望,盈利下跌兼减排中期息 多家大行都削减对他们的目标价,令长和价股价向下 不过预期下半年业绩将会改善 长和今年预测的股息率超过6厘,投资者可以后低位吸纳 在港股当中,大型综合股除了长和,还有太古A和中信股份 相对地,太古A只有4.6厘的预期股息率相对较低 长和的业务除了横跨零售、港口、电讯和基建 业务市场也涵盖亚洲、欧洲和澳洲,分散风险的能力较高 因而令长和吸引不少编号收息的投资者 业绩公布后,减排息的消息令长和连日利股价受拖累 但对于编号长渣收息的投资者来说 反而是低级长渣的好机会 长和将会在9月4日随正 没有货在手,但又想收今次股息的投资者 就要留意买货时机 互估长和中期业绩半年顺利录得112亿 按年大跌41% 不过,撇除2022年一次性收益减额 半年顺利只是按年跌了13% 跌幅远低于业绩报告的跌幅 摩通直接指这份业绩毫无量点 而另一家大行美银就认为 长和上半年的营运表现仍然可观 并且预期随着部分不利因素舒缓 下半年业绩表现将会较为强劲 同时预期最坏的时间已过 派息将会逐步提升 预料到2025年可以回到2022年的水平 股价方面,长和股价在业绩后 累计跌了大约7% 暂时股价在43元的水平存定 长和股价在业绩后下挫 不过预期急跌后 市场已经消化业绩的坏消息 令到再跌的空间有限 第二只推介港股是中移动941 今年预测股息率大约6厘 中移动中期业绩表现好过市场预期 圆想预料,它们每股末期息的增幅 会提出去到14.5% 联通、中国电讯和中移动都增加中期息 按年增幅依次序是23%、19%和10% 中移动今次中期息 按年增幅虽然好似是最低 大部分原因是联通和中电讯 分别是2021和2022年中才开始排中期息 基数较低 另外,劝商预料中移动活期息 会按年上升14.5% 即中移动全年派息 可以按年上升12.5% 股息率是行业当中最高 中金指出中移动的业务性预期 原因之一是移动云收入超过预期 而他们的财政自由现金流表现能力 由中移动公布业绩后至截稿前 劝商给予中移动的平均目标价是$79.02 较上星期五的收市价高出19.4% 投资者可敲66元级纳 先看75元关 或者作长线收息 指涉位应定在$62